新竹湖口有一處違法的移工宿舍 在昨天上午發生火警 新工消防分隊長游上華 在英勇救出似惡受困民眾之後 是被農煙嗆暈倒地不幸殉職 捷警在昨天傍晚相宴 研判游上華是吸入農煙窒息而死 二樓的窗戶冒出陣陣農煙 新竹湖口這處移工宿舍 二十八號早上七點多發生火災 警消貨報之後 立刻前往現場搶救 警消推判起火地點是二樓的雜物間 立刻拉水線搶救 火勢在八點半左右撲滅 不過分隊長游上華英勇 救出四位受困民眾之後 為了確認裡面是否還有受困民眾 再次返回火場搜尋 卻遭到濃煙嗆暈倒地 沒了生命跡象 在火場發現他時空氣瓶已經沒有氣體 面罩則已經取下 因為他脫掉的時候 因為這個我們在他脫掉 如果沒有把那個氣法關閉 他還是不繼續都閉 他當下是面罩是脫除了 那氣瓶是沒氣的 包吻遺體游新竹檢警 會同他的家人相宴 確認游上華沒有明顯外傷 但是肺部與呼吸道有大量 濃煙粒子 碳粒沉積 研判是吸入濃煙窒息而死 家屬沒有意見 遺體不解剖 新竹縣消防局啟動將游上華 追進兩線四大隊長 申請包養令程序 起火地點是非法的移工宿舍 查無列管造冊資料 公務處也查無公安申報記錄 被救出的移工 案發之後逃離現場 警方調閱監視器 並通知二房東到岸 他公稱23號財城租 樓下裝潢中 二樓借給越南同鄉友人 記者陳嘉欣 謝正麟 張君豪 沙咽啟中建綱綜合報導